香港的地產是有明顯的換款 去年第三季開始,香港地產就很明顯的上升 個別的樓價上升50%這麼多 但是到今年也是看得到尤其是最近明顯的換款 七月份二手樓成交比去年減少了一半 但是其實對於香港的發展上來講實際上影響不是太大 因為香港的發展上有很多的現金 他們如果是樓價不好的時候就是不賣 就是好像是橫隆地產 基本上這個樓蓋好了四年還是不賣 因為高價才賣 所以對這個發展上影響不大 反而對這個代理商的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現在要估的是地產代理商 反而就是發展上可以升低期了